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道是他们之间有着某种超越爱情的默契 还是他们各自都在背地里有了自己的小心思 哇哦 这个绯闻可真是让人猜不透啊 快跟我一起来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 看看他们究竟在坚持什么呢 庆余年 钟庆帝与长公主思通七年的无性无爱关系 是一段饱含着错综复杂情感和权力纷争的故事 在这七年的时光里 他们之间的情感并非仅仅停留在形式上的夫妻 而更像是一场暗流涌动的戏剧 将情与权交织在一起 庆帝 身负帝国重任的皇帝 却在心底隐藏着一颗渴望真挚情感的孤独心灵 而长公主 则是宫廷中的一支独秀 美丽高贵 却又深受父亲长公主辅主的束缚 他们的相遇 宛如一场命运的安排 却又像是宫廷中一场不被允许的违禁恋情 七年的思通 虽然没有性地参与 却深深地牵动了彼此的心 他们之间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触摸 都是一次情感的碰撞 在这段关系中 情感的扭曲和权力的游戏交织在一起 成为了一幅独特的画卷 庆帝 身居高位 却在长公主面前展露出她的柔情 在那些深夜的私会中 她不再是帝王的身份 而是一个渴望得到真挚情感的男人 而长公主 则是以温柔显雅的姿态 给予她无尽的倾听和关怀 在她的身边 庆帝可以暂时忘记身份的压力 只是一个寻找爱的普通男人 庆帝与长公主的结合 最初源于政治的需要 他们成为了彼此的棋子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在宫廷的权谋游戏中 婚姻从来都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而是涉及到整个王朝的命运 庆帝作为帝国的统治者 对于政治联姻有着清晰的认识 她知道 与长公主的结合 可以巩固自己的政权 增强皇室的影响力 而长公主 则是身负国家荣耀的象征 她的地位和家族背景 都使她成为了政治联姻的最佳选择 这种政治上的联姻 并非只是冷冰冰的权谋交易 在庆帝和长公主之间 也存在着某种微妙的情感 或许最初只是出于政治需要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之间的关系 也逐渐变得复杂起来 长公主在背后默默支持庆帝 这是一种无声的陪伴 一种默契的默默相知 尽管他们之间 缺乏传统意义上的爱情和亲密 但长公主对庆帝的忠诚与支持 却是不容置疑的 在宫廷的权谋中 长公主始终站在庆帝的身后 默默地为她策划着一道道的政治风暴 她不仅是她的妻子 更是她的知己 是她在政治上的得力助手 在庆帝面临困境时 长公主总是能够及时 给予她支持和鼓励 让她在风波中保持镇定和自信 长公主的支持 不仅体现在政治上 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关怀 她会为庆帝准备她喜欢的美食 关心她的身体健康 为她排友解纳 在庆帝的身边 长公主就像是一座坚实的堡垒 给她带来了无尽的安慰和依靠 长公主选择了牺牲个人感情 为了家族和政治的需要 与庆帝这样的权势婚姻 这一决定背后所隐藏的内心孤独和无奈 难以触及 作为长公主扶主的女儿 长公主从小就被注定要为家族的荣耀和利益奋斗 她从不曾有过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 一切都是被家族的责任和宿命所束缚 而当庆帝的婚约传来时 她知道 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婚事 更是家族和政治的需要 在她的内心深处 或许有着对爱情的向往和渴望 但这一切都被她牢牢地封闭在心底 她明白 个人感情对于她来说 已经成为了一种奢侈 她必须放弃这一切 为了家族和政治的大局做出牺牲 庆帝深知长公主的重要性 她明白 没有长公主的支持 自己无法达到如今的高度 在全力地追求日益加深的她 始终心怀感激 感谢长公主 在她一路走来的每一步 都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长公主不仅是她的妻子 更是她的知己和盟友 在宫廷的权谋中 她默默地支持她 为她提供了无尽的智慧和力量 她是她在政治上的得力助手 更是她在生活中的依靠 在她面临困难和挑战时 长公主总是能够及时 给予她支持和鼓励 让她在风波中保持镇定和自信 尽管庆帝的权力日益壮大 但她始终没有忘记长公主对她的支持 在每一个胜利的背后 她都深深地感受到 长公主的存在对她的重要意义 她的支持和鼓励 让她在政治斗争中 始终保持着一份内心的平静和坚定 外界的压力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常常使庆帝与长公主的关系变得紧张 在宫廷中 政敌们时刻四季而动 试图利用他们的婚姻裂痕 来攻击庆帝的权力和地位 这种外部的政治阴谋 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困扰 庆帝与长公主的婚姻 始终被外界所议论和猜测 有人认为他们之间只是政治联姻的产物 缺乏真正的感情 有人则猜测 长公主在庆帝心中的地位是否稳固 是否会被其他宠妃所取代 这些谣言和猜测 不仅使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 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困扰 庆帝的政敌们更是不择手段 试图利用长公主对庆帝的影响来攻击他的统治地位 他们散布谣言 制造事端 试图在庆帝与长公主之间制造隔阂和裂痕 从而分化他们的力量 削弱他们的影响力 面对这些挑战 庆帝与长公主必须团结一致 共同抵御外界的攻击和阴谋 在政治风云变换的时刻 庆帝与长公主必须面对权力游戏的复杂性 以及内心的挣扎 庆帝开始怀疑长公主的真实意图 担心他的野心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 而长公主则感受到了庆帝的疑虑 心中充满了无奈和不安 外界的观察和压力 也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政治的局势变化中 庆帝开始审视长公主的一举一动 他担心长公主的野心会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 开始对他的行为产生怀疑 他不断地试图了解长公主的真实意图 却又陷入了自己的猜疑之中 他的内心开始波涛汹涌 难以平静下来 而长公主则感受到了庆帝的疑虑 心中充满了无奈和不安 他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野心可能会引起庆帝的警惕 但又无法控制自己的内心 他曾经梦想着成为一位强大的女性 但现实的压力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和决定 在权力的游戏中 他感到了无尽的孤独和压力 外界的观察和压力 也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政敌们趁机制造谣言 试图利用庆帝与长公主之间的裂痕 来攻击他们的统治地位 在这种外部的压力下 他们不得不更加密切地团结在一起 共同面对来自外部的挑战和压力 尽管庆帝和长公主的关系复杂而微妙 但他们的坚持告诉我们 有时合作与支持能超越一切 甚至是爱情本身 在这场权力的博弈中 他们用智慧和耐心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 嘿 朋友们 你们觉得他们坚持的力量源于什么 是权力 责任 还是彼此的默契 来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吧 我们也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学 会一些在人生道路上坚持不懈的正能量哦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